感谢我们两位观众朋友 我们的斗内风雨飘的斗内说 建议国民党立委跟韩院长态度要强硬些 在被反咨询如何监督政府接弊案 不要让非绿的人民来失望 感谢Terry林的斗内 美珠流入世面 是要数抽查不也抽查不到吗 没抽查到不代表没有 我凭什么只查到一包 其他没查到就断定是实验室污染呢 我要查个资讯给杨明哥 帮我们加码来补充 你说陈进人已经开始带这个风向了 那对或是下指导期了 因为我刚看到的是 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他也喊出了台糖是无辜的受害者 我想无不无辜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以这个事件我刚刚讲了 你行政院长不应该做行政指导 如果今天你行政院长就说 应该是这样 然后专家会议假设两个礼拜后 三个礼拜后 这专家会议就做出结论 研判实验是污染的可能性最高 那就兜在一起了 你们早就已经把剧本写好了 当初高端疫苗拉过 EUA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上面的行政指导 让下面的专家会议照做 然后专家再去买高端股票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种恶力在食药署已经好几次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真的不要再用这种方法 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回事 很多民众很关心 那大家就用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所谓的科学家 就用科学的精神来处理 我也就是说 不管今天台中市政府 他的检验的过程怎么样 但是昨天陈建人也讲了一段 你知道我们的海巡执法 没有影片嘛 但是他说呢 这个台中市政府 去买猪肉的那个过程 是全程录影的 连买猪肉都会全程录影 你就知道我们海巡 去查棄这个违法的船舰 然后不录影是有多夸张的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面 昨天在咨询 当然昨天我必须讲 在野党把这个舞台 这个食安报告的舞台 让执政党去攻击在野党 本身很不治 我必须讲 国民党在做这个所谓 食安专报的一开始的想法 我不认为是正确的 怎么说 因为第一个 既然连这个所谓专家会议 都还没有做出结论的状况下 行政部门一定就是咬死不认错 一定就是说 就是你台中的问题 结果你还等于说是 如果你的那个 柯建民很爱讲私涩刑堂 现在就变成说 在野党搭了一个舞台 给执政党攻击在野党 那在野党立委 昨天我必须说 昨天大概只有强 我昨天看完所有的咨询 许晓星攻击力很强 但是他没有制止 陈建仁不断的插话 所以整个就是在吵架 我觉得那个咨询的效果不佳 那我觉得昨天我最推荐大家看的 其实是谢龙介跟罗志强的咨询 强哥的咨询里面有非常多 他把这个执政党的逻辑 但是因为罗志强昨天他是在 傍晚五点左右才上台咨询 所以大部分媒体都已经不理他了 所以他在这个新闻的曝光度上面很低 但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强哥的这个咨询 尤其他他他他先用了很多的数据 去强调马政府时代做食安 并没有输给蔡政府 这第一个逻辑 那第二个逻辑当然他去讲说 这个以这个事件 如果按照陈建仁的逻辑 他说你们这个台中市政府验出来 这个微量呢 应该要先通知业者 然后复验呢 然后呢再来公布 好那罗志强就直接问了 请问哪一条法令有这个规定 你要有规定 你要白纸黑纸 今天不是陈建仁说了算啊 你要有规定 你要有法规啊 你食药署这样做 不代表全部地方政府都这样做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哦 来我们不要讲那个苏丹宏 为什么因为苏丹宏 他是最早发现是云林县政府 不是高雄 高雄是云林县政府通报各县市之后 他才去查啊 只是因为他是直辖市 所以他能曝光比较高 来我们看去年高雄做了什么 大家还记得的话 去年四月 高雄市卫生局 验出 某商场 这个所谓的栏 综合煤 减出A肝病毒 没有给他复验啊 他们减出马上公告 依法下架销毁啊 对啊 请问 我就问 我就问陈建仁院长 要不要请业者 复验15天 要不要15天 他们验出来 他们28号验出来 当天公布啊 为什么 因为是病毒啊 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有的嘛 然后要即刻的通知所有的 这个民众赶快 你如果有买的话 赶快要退货 赶快要怎么样 不要再吃了 因为这是 攸关到民众食安的议题嘛 所以 这个事件 在这个事件里面 陈建仁你爱怎么凹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民进党执政党立委 要怎么护航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你们要说什么台糖损失5000万 都没有关系 你台糖损失5000万 你经济部长来 你叫台糖董事长 去跟台中市政府索取郭培啊 去提啊 赶快提 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现在 这个这个 你去指责台中市政府 有意义吗 他是很多的公务员 是在第一线把关食安 你这样子搞 只会让最后 我告诉你 未来第一线的 这些基层的 地方政府的公务员 他们就根本食安摆烂就好了嘛 都没有验出 我们的食安就 是100分了 这样好吗 这样对吗 好 再回来讲一下那个 刚刚强哥 为什么推荐他 说这个 他的食权很不错 主要原因是 他里面讲的 比如说 他说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请问从2000年以后 到2023年 这23年 24年中 哪一年 食物中毒的人数最多 结果他说2019年 然后这时候 陈建仁说 食物中毒不是食安 好 卢志强说 食物中毒不是食安 这是陈建仁说的 你身为行政院长敢说 食物中毒不是食安 然后呢 他再去比较八年 马政府平均每年的食物中毒人数 跟蔡政府每年平均食物中毒人数 是蔡政府比较多 然后 罗志强就说你有脸说 蔡政府食安做得比八政府好 然后他再去举了好多好多的数据 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这个 让陈建仁一直想插话都哑口无言 然后最后 强哥最后还埋了一个彩蛋 最后最后他念了一段话 他问院长你同不同意 反正那段话大概就是讲这个什么食安 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说我不同意 他说这个说法不对 然后罗志强最后就揭晓答案 那是你旁边的薛瑞源说的 让陈建仁打脸薛瑞源 所以我说昨天 包括廖伟祥 包括徐晓鑫 我必须讲 他们过去可能在议会里面 咨询的风格都不是属于这种所谓的 挖洞挖陷阱给官员跳的 那面对一个很爱插话的官员 他们可能都有点也都被逼到 有时候情绪上面都起来了 比如说像廖伟祥 当今天什么行政院长讲说 什么食安是科学 你讲是政治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马上请主席制止院长 今天我们立法院代表民意来质询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政治化的言论 来批评立委 当然他们都是新科立委 我说新科立委要去学习质询的技巧 陈建仁从苏贞昌学习到的 就是不断插话 不断插话的用意是什么 一个叫做不让你论述 就是扰乱你论述的 你质询的节奏 第二个他们民进党早就已经 沙盘推演过 你讲什么我们回什么 你讲什么我回什么了 他们包括他们的民进党立委 都做求给他们 把整个食安事件 就是变成是台中市民乱搞 所以今天你身为在野党 你要去戳破他的谎言 如果你按照他的逻辑去 你就输了 你只要不断的强调 台中市政府的官员 依法行政哪里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你们为什么不移送监察院 就这样就好了 那现在连食药署专家会议 都没有结论 你们凭什么说台中市政府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 但我真的觉得 昨天当然去看一下 这些国民党新科立委的 这个质询表现 我还是再次强调 罗志强强哥的这个质询 推荐给大家再看一次 那谢龙介的质询是因为他 对养猪产业非常熟悉 所以他在养猪产业这一段 陈建仁几乎不能插话 那龙介兄他毕竟在议会久了 他在这种质询跟官员的节奏 是控的很好的 所以我推荐所有国民党新科立委 请去看这两位 他们同样是新科立委 但他们的质询比很多国民党老立委还好 我必须推荐这两位的质询 就算是教科书等级的影片 可以大家去看一看 那也推荐我们官员朋友们 如果想要懒人包 知道这边国会闹哄哄的影片 但陈建仁到底讲了些什么 或陈建仁到底如何被打脸的话 也欢迎都去看看这几位委员的质询画面 你感谢我们阿豪等内说 食物中毒不是食安 姑婆永是最知道的 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点 那也是比较场边的小花絮 敬品哥昨天被剪出很多highlight 甚至有很多梗图出来的 就是因为在许晓星的质询过程当中 他也刻意的去带前一个质询的吴思瑶说 微量验出是不是就不用公布这样的话语 让吴思瑶非常的生气 从头到尾在后半段都在大声抗议 那也刚好许晓星他质询的时间也到了 所以这已经关麦了 两个人就从质询台上一路到旁边场边 都还在吵 最后还有这个许晓星跟他做个鬼脸 然后吴思瑶就爆气崩溃 说许晓星对我做鬼脸 院长你看啦什么的 就是这是一个场边的画面 我比较想问的事情是 现在怎么样民进党的这个立委都在忙这些啊 都是从这个国会原本是监督在野党 现在变只监督许晓星一个人是吗 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以前港片 周星驰演的那个电影吵架王 这个九品芝麻关 那周星驰很会吵架 吵到最后对方受不了 然后跟那个 朝廷上这个公堂上做的这个长官 做的大官说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 他跟我做鬼脸周星驰 就是他的口才变极 然后言辞犀利让对方怒到已经不行了 然后你看你还做对了 你也不能怎么样啊 这表示许晓星很厉害啊 他一级重地啊 你们同样都是民意代表议员出身 吴思瑶你也当过议员 然后这个许淑华你现在还是议员 今年还输给了这个许晓星 一把鼻涕一把泪哭成了跟泪人儿一样 还没有办法这个变成立把委员 结果不管是许淑华或是吴思瑶 你在许晓星的问证功力跟咨询功力上 虽然刚刚这个这个讲到说要看 谢龙介跟罗志强的影片是教科书籍的 但许晓星毕竟有他的功力 他的问证他的咨询 然后他的搜寻和他的做功课 以及他在找出各种事项的这样一个逻辑能力是 不能说无懈可击 但是是非常精准 否则你看我也不得不说在民进党立法委员 民进党团不管是从中央立法院国会到地方的 台北市议会 你看你许晓星仇恨值多高啊 高到民进党从立法委员吴思瑶到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都要中央地方联手火力全开的 要去猛击这个回击许晓星 然后彻翼就像去彻翼这样 一个讲许晓星对我做鬼脸 被郑克爽的那个拿来做梗涂 那张照片吴思瑶的那个脸部表情是丰富 我觉得那个才是鬼脸吧 我没有说人家美丑怎样 我只觉得他那个哭上炉拷笔那种 像那个梗涂被网路政客床的这个 粉砖拿来做梗涂 那个才像是鬼脸 那个才好笑 所以你讲人家 徐晓星我可以想象 我没有在异常 没有像吴思瑶立刻看到徐晓星 我相信徐晓星就算做鬼脸吐舌头 都比你可爱 更何况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 跟民进党的侧翼 民进党的名嘴 在前两天还犯下了人身攻击的错误 去攻击徐晓星又矮又丑 好像everyday一样 这样子用这样一个形容 去比喻人家 犯了这个外貌严直的去评断人家 人身攻击的这样一个 甚至涉及性别的这样一个 谬误 那被民进党中央 虽然何博文 带决行 带民进党主席赖秦德去发了这个公文 给所有的这个民进党中央到地方 党部社不得攻击对方 不得攻击这样子 那民进党不就是这样 沙文主义的一个政党 然后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从政人员 都是存在着这样一个 内心的这种门槛跟幽灵 走不过去跨不过去 所以要把徐晓星 当成首要的目标去攻击 那徐晓星 我觉得你可以在论述上 像刚刚提到的论述 不管是攻击的防御 徐晓星讲了 如果他讲讲错了哪一点 你可以针对他这个部分去质疑他 但无事要不是 反而被徐晓星抓住他的语病 微量的难道就不算是这个 可以去检测的这个标准吗 然后甚至我觉得最不得体的是 许舒华攻击批评徐晓星说 泼妇骂街 你同为女性 泼妇骂街这四个字 第二个字是什么 妇 妇人的妇 是一个女性 那泼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这个女生你要说泼辣也好 或是怎么样 都是不好的贬义词 你同为一个女性 你自甘贬义自己女性的角色 然后去批评另外一个女性政治人物 然后形容他用贬义女性的这个形容词 我难怪你选不上立法委员啊 选民的眼睛真的是血亮的啊 选民的智慧真的是大开啊 你这个样子的思维 我保证你下一届还是选不上立委啊 你要在双山信义区跟徐晓星竞争 你永远选不上立委啊 除非你要不要换个选区啊 换个比较绿的更绿的选区 像中正万华去把这个是吴依佩 还是哪一位把他给干掉 或是王世坚 随便你 吴佩毅 吴佩毅啦 所以许淑华用这种方式 许淑华可以选基隆市长 啊 对他最近也关心基隆市的意义 对同为基隆人出身的嘛 但我不觉得他在基隆也会很好的发挥 光是他这个观念 所以我觉得 当场歪楼成这样的时候 吴思瑶说许那个许晓星很可真 那他的面目表情我觉得可真的 反而是郑克爽用他的这一张图 那相反的 民进党他们的这些立委很想求表现 还有议员也是一样 你看新科立委这个黄杰 从第一次在国会殿堂 想要去抢罗志强的麦克风 被许晓星给挡下来之后恨得痒痒痒的 然后 紧接着爆发双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铺枪炮轰的这样一个战争 在立法院院内上演一场 全全国都会瞩目说在国会殿堂的一个状况 那 不让黄杰鑽美于前 紧接着大师姐大姐姐吴诗瑶 马上接着这两天就赶快跳出来 都想要表公 想要竹成一道的防火墙 不管是帮行政院长 承建人或者是其他的各部会也好 或者为了他们自己树立一个形象 就是要去打这个许晓星 然后连台北市议员的许舒华都 这个不甘寂寞也要跳出来 所以我说明了第一个除了许晓星的这个 在民进党的目标 跟这个明显跟这个整个 在民进党里面为预除之而后快之外 因为他们认为把许晓星这一门大炮 先打掉的话 我看你国民党还有谁 国民党很多耶 强将除了刚刚讲的罗志强 谢龙介还有我旁边的叶元智委员 一排一排补上 一排一排补上耶 你小看的许晓星就算了 你小看后面许晓星这些 包括叶元智委员 还有这样子 这个谢龙介委员 罗志强委员 还有很多耶 王宏威委员 主板不及被踩 一门一门炮 你以为他们是好惹的啊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些 不管是男性的委员 还是女性的委员 拜托你神神好 把精力放在国家大政方针跟问政 为老百姓争取权益 好好的监督你们政府 包括你们同为执政党的民进党政府 而不是为了这种急功心切的方式 然后把国会殿堂当秀场 反而是你们这些 吴世耀跟许舒华这些人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斗内 感谢我们的应该是 西施晨的斗内 说爱死了龙介 志强还有巧欣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的斗内 以及打气 那刚刚讲到的许舒华呢 他现在是不是终于意识到了 就是要当个不分区议员才可以博身量 所以国会的事情 他也有定见 也想要来评论 就是刚刚我们景品哥跟大家带到的一点 许小新的质询方式 有如泼妇骂街一样 完全不让陈建仁来解释 台中瘦肉精的科学证据 他只想用尽丑陋的手段 作秀抹黑政府 从议会到国会问政 不是大声就好 不要把国会殿堂当成你的秀场 制造仇恨 帮助不了人民 那是不是哈夏想要博身量 我等一下广告过后 我要请原职委员帮我们来解析 千万别走开马上回来 原职委员 其实我们还记得当初 你还记不记得前阵渝港的这个case 当初许小新也在监督也在强烈的质疑 甚至拿出了很多证据在质疑这个前阵渝港的时候 许初华当时还在骂许小新管太宽了 就是现在他倒是从议会管到国会去 他终于发现如果不当个不分区议员的话 他再给他几届都选不上是吗 基本上我看到许初华po这个 我是觉得他是蛮无聊的啦 就你选举选完了好像走不出来嘛 所以要攻击一下许小新 因为他跟许小新在选立委他输了 所以要没事要酸一下 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倾向 第一个就是蹭声量 因为他骂许小新 应该会有媒体报导 所以有蹭声量 有可以这个让他的声量高一点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同温层讨拍 因为他的同温层 他曾经跟许小新选举过 他的同温层很多都支持他的 不支持许小新 所以当他在脸书上面 骂许小新的表现的时候 那下面一定会有很多人出来秀秀 哇 怎么南松山姓意的 怎么会选出许小新啊 怎么会没有选你啊 太可惜了啊 这选民的智慧啊 就会骂选民 然后去证明说这许小新很烂 只有许小新很棒 许小新才是名副其实的立委 虽然没上 这就讨拍啦 但我觉得 你不觉得许小新他发那个文 让大家感觉还好是许小新悬上 因为大家有没有想到 如果今天是许淑华选上 昨天食安报告会出现什么状况 就是一直在护航啊 就是 因为我看许淑华 在攻击许小新的文章里面 还在帮陈建仁讲话 说 绝大多数的肉验出来就是没有啊 就是只有台中那块有啊 然后他也在影射说 就是实验室的问题 那我就问啊 如果你许淑华 你当立委之后 你只会在 行政院长实安报告的时候 护航行政院长的话 那我们要你这个立委干嘛 不用嘛 对行政院里面已经有很多人 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陈建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斗鸡啊 他也不需要你这个小弟小妹在旁边 帮他邀惑啊 就是我们宪法规定 立法委员就是要去监督行政院长 而且为什么立法委员有言论免责权 就是说在立法院里面 你居然讲错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要给你讲错权利 你才能大声讲勇敢讲 用力讲 那当你大声讲勇敢讲用力讲的时候 行政官员才会怕啊 才会进步啊 才会知道自己如果说谎 粉丝太平会被戳破啊 不能够因为立法委员曾经可能讲错 一两件事情 好像就被苛责 就要被罚 那立委 万一让立委晋升怎么办 所以要言论免责权 这是我们法律上的规范 目的就是要让立法委员勇敢监督 那我问你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的话 徐晓星有什么错 大声有什么错 拍桌有什么错 本来就是要这样啊 你面对陈建仁那种痞子 你跟他客气 他会谢谢你吗 所以我觉得许淑华发这个文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适当 那当然 徐晓星的质询风格 我觉得那个本来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 他的问证方式嘛 对不对 他的问证方式 你说他昨天的 15分钟的质询里面 至少一开始 陈建仁也有针对一个事情认错啊 像陈建仁这么骄傲的人 在徐晓星的质询之下也认错一件事情了 就是 那时候民进党在选前 忽然用国家级的警报 公布 公布说什么 大陆有飞弹经过我们的领空 后来被证实说那是卫星 那陈建仁在第一时间也是跟着说谎了 后来他道歉了 对不对 在国会电厂公然道歉 我觉得也是徐晓星昨天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这个陈建仁昨天我觉得非常不可取 我刚刚讲到那个言论自由啊 徐晓星昨天在质询陈建仁一件事情 有提到大陆渔船 是不是被我们的海巡就是碰撞 所以导致于翻覆 陈建仁居然就讲说 没有哦 没有这样子哦 你负责吗 你负责吗 这什么意思啊 徐晓星这样子讲要负什么责 在国会质询的时候 徐晓星讲出他个人看法 而且他也是有评有据的啊 也是有爆料者给他资料啊 他讲出这个东西 我们的院长居然呛说 你负责你负责 你现在是要法律恐吓他哦 还是怎么样 所以 陈建仁真的是 我觉得非常不适当 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的行政院长都变成这个形状了 从苏贞昌开始到陈建仁都是这个形状 不就是你们许书画们 把宠坏的吗 就是 陈建仁再烂 都有一群小弟小妹在帮他讲说 剩人啊 讲得好啊 电报徐晓星啊 赞啊 那请问一下 干脆我们的宪政机关 我们宪法规定 就不要监督好了 行政院长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不要监督了 反正 立法委员基于职的监督 都会有这些小弟小妹 台北市议员 跑来资讯立法委员 跑来监督立法委员 这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觉得许淑华这个 这个发文第一 就凸显他自己也很小心眼 就输了还要在那边乱批评 第二就是没有格 我是觉得蛮没格 第三 就是凸显出这个 他也是爱撑声量 当然 佩萱讲的是说 他是不是觉得 从此也要当个不分居立委 反正从计 议员 从基隆管到立法院 可能之后 台中台南 高雄 花莲屏东 全台湾方的事情 他都要参议咖 然后波波声量 看看下次 他有没有机会选赢 对 我们感谢这个何仙仙的donate 他说原知昨天 国事论坛说的很赞 几霸昏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来宾的支持和打气 可是我要插播一个资讯 等一下再回来 谈桃园的另外一期事件 好 巧新刚刚的po文 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们 因为可能正在看节目 没有办法立刻看到他的po文 所以赶快来插播一下 我们刚刚上个小时 有在谈说管碧林有讲 就是一些特别跟所有的绿尾们 拜托说 我们统一对外就是讲 我们这个海巡署呢 针对了三无的船舶 都是重点取缔 没有在驱逐的 叫做扣船嘛 那可是呢扣船 到底怎么样 许小新去给他查出资料了 好我们先讲驱离 大家也都还记得 这几天已经被讲到翻了 就是蔡英文上任之后 开始执行了驱离对岸的越界渔船 从2016年7月开始 统计到去年的11月 总共有9100件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知道的 好那我们要既然这个管碧林 已经特别去改口叫做扣船了 实际上扣船到底是不是常态呢 许小新去要到了这个表格数据 发现108年度扣的船是30艘 109 14 111 12 111年18艘 112年13艘 113年就是现在这一次 今年一艘目前截至目前为止是一艘 所以全部加起来也才88 跟刚刚我们讲的执行驱离的 有9100件跟88 请问88叫做常态吗 这个扣船是标准SOP吗 管碧林他这等于说 刚刚寒冰哥讲 你说了一个谎 后面要圆 就得用好多好多谎 而且很容易用数据就试破了 所以我们用许小新刚的最新PO文 也插播一下 在刚刚补充完他10安的部分 调查完以外 他的金门还遇下目前的状况 他也去查到最新的资讯给大家参考 好接下来这题我们要拉回来讲桃园灯会 我就有请我们的杨明哥跟静平哥 都得帮我来好好谈一谈了 这Q&A黄穹会的爆料恐怕又乌龙了 他说呢我们桃园灯会主办方是 北京跟北京的华文公司有关 还说主办方居然是北京公司来办 那当然后面还有一些 我们等一下可以请静平哥帮我们补充的是什么 居然这个厂商的广告里面 有出现中国台湾甚至有简体字等等的 那些好像连市府都没看过的影片以外 好杨明哥首先 这个主办方已经查出来说是TVBS不是吗 德标厂商也是他的子公司啊 呃台湾的灯会活动 怎么可能会有中国大陆的公司来承办 我是觉得民进党的议员 你要做这个相关的监督施政 你可以去调阅资料 你不需要网路上看到什么就拿来问证 都已经是议员 你不是网红了好吗 你不再是那个PTT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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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版女神 湘明女神QN 你现在是桃园市议员黄琼慧 那基本的查证 什么叫基本查证 就是说 你先把标案资料先找出来嘛 先请桃园市的管理局 桃园市政府提供相关标案的资料 比如说这次是因为有一个汉服的活动的一个网 脸书的粉砖呢 贴出有这个中国台湾桃园的灯会这样的讯息 那这个粉砖跟桃园市政府的灯会到底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你这个汉服 因为桃园灯会确实有一个汉服主题的活动 那这个汉服主题活动是比如说假设 承包商他在分包给下游厂商 然后呢这个下游比如说社团或怎么样去承包 你要先把这个东西来龙去脉离清楚 再来去做所谓的监督 否则像这个就叫一笑大方啦 这个一笑大方啦 如果最后我证明是乌龙你这个 这个议员的公信力就没有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其实本来我必须讲本来 桃园市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是必须我必须说 就是当今天有人用这个所谓 中国台湾桃园灯会这样的一个名称 即便他是一个民间的 不管是路人也好或怎么样 如果今天他跟这个厂商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桃园市政府当然要把它查清楚 那可是如果没有 然后议员硬要摘 那这就是你议员翻车 所以我想这个问证还是要基于事实 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ABC 靳明哥要请你帮我们补充了 就是刚刚讲的汉服的这一块 就是说什么桃园灯会的厂商呢 宣传影片出现了简体自中国台湾 那桃市府目前回应也带一下 就是说根本没有获得市府的授权 也不清楚影片来源 居然QN还说你为什么把它删掉 因为他根本从来就不是在桃园市府上出现的 对就像一个民间单位 他觉得这个城市或这个主办单位 办的活动很好 他自己拿手机 自己拿一些摄影器材设备他去拍 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记录 他回去做他自己的这个东西 好像新闻采访报导新闻媒体一样 也是他采访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自己回去做 你要桃园市政府主办单位 他的确只有跟友台合作而已 那你要硬说在黄琼会议员他 我真的觉得他已经 2018年 2022年选上到现在 也快要两年了 好一年多了 每次上新闻都是一些搞错目标 搞错讲错话 然后跟乌龙爆料吗 都是负面 他的新闻几乎很多都是负面 我觉得议员当成这样 我觉得替他感到很悲哀 同为这个桃园市议会的这个 这个同僚 那当然啦 我知道他也是想要在 因为桃园区想要跟其他的桃园区的 很绿的这些议员 或者是绿云侧义的这些议员 想要争舞台争亮点 争取这个绿云的支持者的博眼球 但请他搞清楚 像桃园灯会的这个事情 汉服展演的策展负责人欧阳影仪 他就有讲 他邀请西唐汉服文化周汉服活动来台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名人方文山老师 他的多年的汉服研究跟专业外 还有因为他身为桃园人 对桃园公庙的这个文化的了解 所以呢 策展人就说啊 这个活动除了邀请大部分的这个 大陆的服装装法专业人 还有大部分是台湾汉服的同好团体 跟桃园的一些在地同伙的 这个伙伴团体参加嘛 那这些人呢 本来桃园灯会他加入公庙文化 就是因为台湾的公庙文化 本来就会保留很多 这个不管是中华文化的这个精神 或者礼乐文化神医匠神 南管北管还有祭孔义武 这些祭孔的这个大典 八义武这些东西 他的服装仪式 甚至包括妈祖开张圣王啊 这些台湾民众 传承日常的民间习俗的精神指标 都会包含在里面 那这么多宗教团体 民间人士民间团体 艺文团体 他们自己会记录会拍回去 然后把他做东西 然后你硬要说成某一个团体 可能是比较跟大陆关系 或是大陆那边的人 大陆那边团体 他把他拍摄上面就写什么 标注好像矮化台湾桃园 然后中国台湾桃园 我跟你讲那不是台湾 桃园市政府的影片 也不是桃园市政府的官方 他会这么根本不会知道 你能在现场禁止任何人 任何台位任何团体拍摄吗 你没办法啊 今天就算是有人要丑化这个活动的话 绿营绿营车随便拍一个 就像他们去丑化台北灯会一样 这个台北灯会拍的这个 这个灯像鬼一样 你也没办法阻止他 你也没办法 你只能去说明啊 那你硬要说成 明明民进党的桃园市议员 黄琼慧你知道这个状况 根本不是桃园市政府的官方影片 你硬要在网路上带风向 是桃园市政府官方影片 你是哪一只眼睛瞎了吗 桃园市政府的旅游 观光旅游局的官方影片 他会在那个影片上面 下面打一个桃园市政府 或者桃园市政府官旅局 然后呢 下面一定要有两个字很重要哦 广告 对 因为 你这样才能和销嘛 你说这是桃园市政府的 官旅局 花钱出钱做的官方影片 那厂商如果没有打这个 那下面又没有广告两个字 又没有打桃园市政府这些logo 我跟你讲你这个影片都白做工了 你整个活动都没办法 你没有办法和销啊 你花了几百万几十万 甚至上千万元的这样 你要怎么去勤款 那这个主办单位就笨蛋一个 所以说明了根本不是主办单位吧 那 黄琼慧你指路为马 然后说黑为白 拿着这个人家非官方的民间人士民间团体 那桃园市政府也发出声明啊 很遗憾用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 然后 而且 用有这样的一个矮话 涉嫌矮话 桃园市政府当然不能接受啊 所以 桃园市政府已经声明了 你应该鼓励桃园市政府啊 对啊 我们就是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也没有 也不同意人家用这种方式去矮话 那人家会回去他们讲 我们已经表达我们的态度和声明了 那 你要帮桃园市政府讲话 你怎么会回过来 把人家的影片讲成 我们指涉是官方合作的单位 官方合作里面 你官方自我矮话 都在鼓励桃园啊 黄琼会真的是不如他爸爸 他爸爸是老议员 桃园市的这个黄锦熙老议员 已经卸任了政治衣钵 就传承给这个 所谓当时还是网路女神 我跟他爸爸共识过两届议员 我发现他爸爸平常 很少在议会去关心什么事情 但选服会 必要重要的官员都会出来 选服做得很好 但是呢 显然黄琼会没有从他爸爸学到一些皮毛 进学到一些民进党现在非常二子的文化 抹黑 攻击 你去看看你爸爸在地方的正通人和 连爸爸的十分之一都不如 你还配当议员 所以我真的觉得 黄琼会议员 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只会看到 他现在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在议会的攻击手 在桃园市议会 他看到张善政 或者是张善政市府团队 然后怎么样 他们当初包括他们也攻击官员局局长周柏英 说他是网军啊 在那个时候 包括打这个周柏英 讲说他是什么样的 什么以前开关这个公关公司啊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2024年的时候 他们都拿出来去打周柏英是网军 在去年2023年选举的期间 一直狂打他 所以现在 再故意要挑这个影片的毛病 所以我真的觉得 议员做到这样 你不好好的去帮市民监督 这个桃园市政府 想办法争取 包括小灯笼 你知道民进党他们这些 还有五党级的这个桃园市议员啊 在桃园区 黄琼卫大这些侧役 然后当时 多么不屑桃园市的这个灯会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淘宝龙跟 那个淘气龙 两个这个小提灯 然后说啊 因为以前从民进党 郑文燦当桃园市长的市府时代 他就会做这个灯笼 做每个议员会给1000个左右 1000个上下 那不够的话会问议员说你要不要自己去做1000个 一个大概25块上下 然后上面会有你的名字印上去 以前郑文燦时代的管理局都会这样 结果沾上正时代就沿用以前郑文燦的做法 去问议员你要不要做啊 你如果不够怕你发不够 你选民很多药 他们就骂 我们编那么多预算给你干嘛 为什么这个不够呢 那你干嘛还叫我们花钱自己做 你议员不想花钱做就算了 那你就嘴巴必紧 结果这些五党籍的这些议员啊 还跑去私下跟市政府要 我真的觉得多么可避啊 感谢董内 拜拜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